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许就像歌词一样 姐姐也很想霸气地脱口罩 但除了阻隔张空气和紫外线之外呢 姐姐戴口罩其实也是为了遮住车祸的伤疤 因为现经验曾在1991年发生重大车祸 当时是造成了顾喷破裂 甚至还坐了一年的轮椅 姐姐也说她的妈妈总是偷偷为她难过 认为她是无法面对伤痕 才戴口罩的 不过现在能唱能跳 她就很开心了 还说她要用她的勇气鼓舞更多人 正能量爆棚 也难怪这么多人都很喜欢现经验 最后还要但应来看 一人鸡排妹对外宣称单身一年了 不过近日呢 却被明面的周刊直截 和导演李博恩是几度密会 而她也是徐家营的前男友 一人鸡排妹正加醇火辣色彩 加上个性直白拥有不少粉丝 前阵子到日本发展 她对外说自己单身一年多 没想到近日却被拍到 四天内亮度和一名男子约会 而这名男子就是金锤歌后 徐家营前男友李博恩 14号平面媒体直级鸡排妹 现身李博恩工作室 过程中让人有说有笑 聊了近五个小时 之后还一起吃宵夜 三天后李博恩又被拍到 开车到鸡排妹 没住处在她去看医生 之后两人又一起回到男方家 从晚上八点待到凌晨一点半 其实李博恩早就传出 有交往中的春晚女友 她和鸡排妹约会前一天 也被拍到和一名长发女子 手勾手出门散步 看似感情稳定 李博恩和鸡排妹 三年前曾合作电影 台北夜友团团传 也和金曲歌后 徐家营有过一段情 因男方劈腿被抓包 导致分手收场 如今被拍到和鸡排妹密会 身边又有一名长发女子陪伴 三人关心究竟如何 不免引发外界好奇 对